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安珠湖 今天是Far Beyond the World 第三集 啊沒有錯 那今天呢 我才剛用完第一集和第二集的章節 玩就是後製那些的 那現在是第三集的時候了吧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可能之後會變成一週一根 那可能少數情況下會變成一週兩根 那就請大家再關注囉 好啦,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前情T2之後 就來看我們今天的劇情囉 Let's go 咳咳 咳 Let's go 不是那個喔 不是吧 那雙眼蠻的嘻嘻不是一個夢 有人在找我嗎 我能聽到有人在隔壁房間 他成這種焦躁的杜布聲不斷傳來 有人嚇死了 他穿著的房子中式機盔甲 牽上披著一件綠色的披風 他弄是在我綑綁的那隻黑狼 你到底對他做什麼啊 人類一開始就被綑綁起來 他想逃跑 你看我渾身都是瘀傷耶 我救了我們自己的蠢獲 這集做我最後的不好 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這不是我的 你確如此 黑藍爽爽間 他的什麼 這怎麼又要像阿達斯特拉一樣啊 又是一大堆我唸不出來 好啊你在唸掉這個孩子之後 我怎麼向他解釋這些呢 我很用禮貌的啊 哼 你們要解釋什麼 後腳失手的我拋錯了這個問題 他們兩個眼睛好可愛喔 OK 取名 彈珠湖 應該是可以打中文的 彈珠湖 可以可以可以 Let's go 就這樣 我說錯我的名字 彈珠湖 他大聲說出有些奇怪 但其實也挺爽的 爽在哪 我是彈珠湖 噢 幹他媽的 彈珠湖是嗎 好的 我們早上有一些 早上有一些進展 黑狼笑的軟軟我的頭髮 我想推開他的受掌 但他溫柔的表情 讓我容忍他有些貌似的舉動 你知道我們餐和進了什麼嗎 一個其浪無比的迫使 我有一些害怕看到黑狼冷冷的盯著我 他不應該活著 我愣住了 發現那隻狼是愣稱的 你說什麼 Reynock Reynock 猛地照了起來 攔在我面前 他的舉動讓我徹底來住 在其浪漫發現之前 我們應該趕緊跟他撇行關係 包庇一個一種人是一回事 但他讓我們說我們的語言更加致命啊 我們應該殺了他 不可能 很難 把他撈出爪子 隨時準備進攻 我不能讓你 由你做出這一次最亂的決定 你在說些什麼啊 這是我的命 Versisa 噢 等一下 為什麼衣銷是慢一拍啊 沒有任何警告 Va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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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法從眼前的場景依靠我的視線 部分是因為我嚇呆了 更多則是因為我的生死取決於這場爭執的結果 我甚至有些奇妙他們咋在一起互相撕咬 但他們只是在那裡互相叫著進 我只知道月神是帶我找到這個人類的 就像Versisa說的那樣 他說你會找到你的方向 就是一種傳統儀式 你應該去觀察掉落的樹葉和西垂的夕陽 這樣你才能找到他 他可沒讓你為了一個人類破壞我們神聖的法則 他們有轉在一起 真正緊張的鼻息聲不斷傳來 看他們開戰室律師匆匆 低吼著 咆哮著 但我一朵發現他們其實沒有真的在打架 只是射所壓制的另一方 這個人類 說輸過我的名字 Reynark費力的從嘴峰裡擠出這句話 Valgo則用力的扭著他的爪子 把他推了回去 這輪輝浪一下子半跪在地上 他又輸了 你就沒有意識到這個 既然這個人類會說我們的遺言 當時他可是讀錯了你的名字 他在說什麼 我哪能讀到他的名詞 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詞好吧 Fuck 你說我的月兄 我不想跟你打架 這真的是為什麼我不得不和你爭鬥 一再回了我們的意識 Valgo看向我 我從他血紅雙眼射出的目光仿佛 將我刺乳刺穿 他知道他就要成功了 他們施壓的頭身讓我來到崩溃邊緣 我知道他們很快就要纏鬥在一起 我額上雙眼 像一個受傷的孩子一樣 卷縮成一團 微微搖晃著 我只想讓他們停下來 坐下 我求你們了 我帶著哭 淚牽喊道 一瞬間鸦雀無聲 憋大了 斷出虎 喔 輝浪落在床墊上 讓他劇烈震動了一下 我睜開眼睛 發現輝浪躺在前方 一定是用我的喊叫讓Fog 讓Reynock分了身 Foggo趁機把他撂倒了 我怒視一步步步走來的野獸 想都沒想起身攔在Reynock身前 邀你了 不要因為我打架 我不明白我錯錯了什麼 你沒錯 我感受到Reynock的擁抱 他的側腹貼著我 把我抱到了一旁 這下我們的位置換了過來 現在就是他在保護我了 Reynock用他視死如虧的目光針 刺刺盯著黑狼 嘴唇緊繃 發出了真正警告的低吼 Vogor聽住了 他雙腳 他交叉雙臂 帶著一絲低頭 看著野狼在他在懷裡 貼上毛髮的我 我只想在這個世界找人依靠 Reynock挪挪身子 坐在床前 讓我靠著他的胸腹 坐在他的大腿上休息 幹他媽的 我不會讓你傷害他的 他們兩個聲音有夠難辨 他緊緊抱著我 又發出一聲保護性的低吼 在片刻的寧靜中 我在絕望中越陷越深 為什麼這些都要發生在我身上 你根本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對吧 Vogor常態的一聲 好像把機站的不安全布發洩了出來 我可不像你 只會用武力和殺戮解決問題 那可真厲害的 你該死不死的應該嘗試一下 Reynock繼續抱了我一回 才把我從他溫暖的懷抱中輕輕推離 我還沒回過神 就只是坐在那裡 看著他毛手毛腳的站了起來 兩次人就像之前那樣並排站著 好像之前無事發生一般 沒事了,沒事了,我們不吵了 他想讓我回過神來,但我已經徹底呆了 真的很抱歉讓你看到這一切 我沒想過我們的自然而介紹會變成這樣 我還是不明白我到底在經歷一些什麼 我是誰,我在哪,這些狼人又是誰 為什麼我一點都記不起來過去的事 我一直知道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嗎 如果真是這樣,那為什麼這一切都那麼的陌生 好像我的知覺不太提醒我這裡不是家 噓,沒事了 灰狼降低身子靠近了我 我閉上眼睛,在牆邊捲縮著 硬眼穿問題幽默了我,讓我痛痛於臉 我抱著膝蓋讓他頂接著我的胸口 要不是表示現在生疏被激動的心臟共向全身 我肯定早就哭成一團了 一切都變得模糊 見過我還能聽到他們 但也是只有經歷有出 至少我沒有意識到我好在理解他們的話語 心跳聲也太大了吧 他的心臟就是踏了一下受精的鳥兒 我的想法會被他搞的一團糟 我睜開眼睛 抬頭看向低子頭緊張盯著我的他們 在家居裡我胸口不規律的這種急聲 我爽過氣 就是這樣,想要咬破獵物喉嚨的感覺 之後他深深刺痛了我,呆住了 煙霧在恐懼中 閉嘴 這隻好人在我身旁空氣背 發出一連串低吼,和我靠著更近了 他顯然想要安慰我 我卻在不禁一天看到他露出了獠牙 哼,你也感受到了吧 也不承認,我能感受到你躍躍欲試 他的話語讓我知道Reynock的毛髮 全部貼近了他的身體 他的話語一定有作著疑似潛在的欲望 我從他灰色的哨掌刷推出我的身子 但他把手靠了過來 我無路可退 他扶起我的下巴,讓我目光消解 什麼欲望啊 啊,難道是那個嗎? 要來了嗎? 我謹慎地回應著他溫柔的目光 心上深處激起的模糊還未消失 放輕鬆,沒人會傷害你 想要黑狼的話,我對此不以為然 死破,吼,吼咚 我停下來,用手保護著自己的脖子 別聽大的,你過足心上干擾了我們的理智 他流大尷尬的韧道 瘦喘搭在我的肩膀上 這次只是不太好瘦 但我們不會失控的 反而會擔心你心上皺停呢 會讓輕輕捏捏捏我的肩膀 好像是要驅趕我的恐懼 接著他喘喊了一口氣 他的鼻子離我似如此的近 於是我幾根頭髮都被吸起飄向他的方向 吸氣 他被一小悔氣為照做 接著途出來 他巨大的鼻息讓我笑出了聲 這就對了 我現在稍微找回一點他的節奏 我不確定我怎麼看待這些瘦人感受的心跳的能力 但至少是現在 能讓Reynock幫我從焦慮中走出 他的動作和話語 以某種方式契合著我的脈搏 他隨著我心跳捏著肩膀 好像是在指導我受筋的心臟 終於我恢復了正常 至少感覺上是這樣 非常易然的把瘦掌放在我的肩膀上 有規律的捏著 歡迎回來 我發現我確定我平靜下來後 他衝了我笑了笑 他放開我開箱他的同伴 我知道你有很多問題 但你就不能先別嚇他了嗎 Volgor邀請你 我勾去了一下 依然交叉的胳膊 冷冷的看著我 他目光讓我不由自主的感到畏懼 我覺得他就是恐懼之源 我是不是感覺這是不是 我感覺這是不是太遲了 別擔心我會解決的 Rentock將我的視線移向他胸前的白色圓形掉轉 看到他的嗎 這是我們的月食 每次讓他出山池會獲得一塊 他都要把當時的月響 滿月 沒錯 他笑了 我在每月時出生 毫無疑問這是幾兆 也就是 就是比我提前的幾個小時 這讓我們成為了月兄 我看見Volgor先前相似的吊飾 他的石頭是黑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從看見他以來 他一直讓我喘喘不安 黑眼 我當要說出的這句話 好像在附送某人的言語 呃 他在月食期間出生 我們叫做暗月 這些月是我們珍貴的物品 你在幹什麼 向他解釋他的重要性 好讓我明白我要你去 休想 不然他們在討論什麼 這似乎讓黑狼十分不适 Fuck請你發誓 你他爸瘋了 我不會照做的 黑狼怒吼著嚇著我渾身一戰 向你的月食發誓 你不會傷害彈珠湖 你想讓我為了一個人 對做這種事 我想讓你為了 我想讓你為了我 你的月休 我看了蠻是恳求的Reno 要看一下咬牙切齒的Vogo 這個請求讓他十分痛苦 我能清楚感到這隻狼對他的重視 毫無預警 Vogo重重拍了床邊的牆 令我發出一聲驚叫 我耳機調太大聲了 防護震戰 牆壁裂開 其中的幾片落在地上 呃 他媽的醜 呃 我可不想被他拍那一下 就知道這隻狼有多大的一奇蹟很明顯 他看上去沒有說謊 他的確在禮貌的對待我 除掉我對於 除掉我對於他來說 就像掰到樣小數字一樣輕鬆 Vogue 求你了 黑狼 惱怒的呼吸是從這房間 過了好久才平行下來 之後他常常叹了一口氣 看向Renoch 完全恢復了鎮定 接著他紅色的眼睛看向我 我能看到他大手出著黑色吊飾的邊緣 在月食的見證下 我發誓絕對不傷害你的小豬宰子 謝謝 黑狼 黑狼 笑著回頭看著我 看到了嗎 他永遠不會在傷害你的 你可以放心 他可能有些自私有些粗辱 但說實話 他是我目前圍著政治最可敬的黨 我完全相信他說的 但那隻狼做出承諾確實很不容易 不管怎麼樣 在黑狼的身邊讓我感到不安 但現在最起碼我知道自己不會被襲擊 你爸不會牢過你的 我爸被流放了 既然我爸到現在還沒懲罰我 我不覺得以後我們會有什麼事 如果我們真的會被懲罰 我會盡可能拖延時間的 接著他就認為那我好像經常惹麻煩 麻煩鬼 考慮到這點我不確定他的判斷是否可信 這實在似的 我為他救了我感到一陣感激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你真的想為了這個 不止一體的人類孤注一職嗎 我們的祖靈想讓我找到他 我看到佛爾格發了個白眼 現在我確定 我們都知道他可以說我們的語言 沒問題吧 他專門希望看著我笑了笑聲音堅定 我們的祖靈想讓一個人類幼宰做些什麼呢 好問題 我不知道 但我會知道的 我依然不知道我是怎麼捲入一輪串這件事情的 你剛剛說你找到了我 你身上也找到我的 又是怎麼找到我的啊 Reynark可以擔憂地看向我 我不確定是否應該告訴我這些 就在這時 Volgo打破了僵局 他是在李村子不遠身裡找到了你 我感激地向黑浪點了點頭 你說這是某種疑似把你移向了那裡 我期待了看向Reynark 是我的神人李 當時我在等待主持人降下騎士 指引我未來的道路 只要這個傻瓜錯把你當成祖靈的騎士 黑浪冷笑一聲 Reynark看向一側 顯得有些尷尬 那這意味著什麼 黑浪看上去很困惑 但我覺得他之前的資金已經蕩然無存了 然而他輕鬆看向了我 從頭笑了笑 先不要擔心那個了 完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只要知道 是命運讓我們未來交織 我的阻力已經讓我肩負起了保護你的責任 你會說我的語言 這就好證明了你後來的巧遇不是巧合 什麼對你來說都不是巧合對吧 既然Vogor在一旁冷燒熱風 但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Reynark竟然把這混亂的一切當作命中注定 不管他信仰什麼 來自信仰的騎士經常被錯誤的解讀 我是不是應該決定他未來的道路 無論我本身意味著什麼 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怎麼能有能力干預這隻狼的命運呢 我真的是在說你們的 我停了一會 不僅依然不清楚這是什麼樣的暗示 你們的語言 我在嚎叫 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是徹底瘋了嗎 你真的聽不到嗎 他開始有些相信我了 正如他的表情展現出來的那樣 不不 我覺得我應該在說母語 就算我一直生活在這裡一樣 當然啊 你肯定會說出你的母語嘛 會讓尷尬的笑笑 好像在請我考慮一下我說的話 但我的確在說母語啊 一定會說某人的 人類的語言 不管你們怎麼稱呼他 人類 這是人類的語言說出來的 我停了一會 努力明白讓他們 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是嗎 Renorque搖了搖他的頭 在經歷你這一切之後 你的思維好像有點混亂 我 還在胡說什麼啊 儘管經紀被清空 但我依然知道這些會說話的野獸不對勁 我也知道這不是我家 我心沉了下去 糟糕的迷思充斥著其中 我想回家 Renorque的手而立了起來 好啊 這真是我要做的 告訴我他在哪 我們休息一會兒在出發 他笑了他的語氣告訴我 我真的 他真的想幫我 但是我家在哪 我 我不知道 我記不起來了 我的回家想要讓Renorque拿到不安 他單線揍起的眉頭 我根本想不起來我來到這裡之前的任何事情 我的記憶一片空白 我就想回憶 就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潜伏其中 轉身到異世界 過了好久 Volgor盯著我說 你在我們的生理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記得我有去過生理 你在隱瞞些什麼 我已經把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訴你們了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意識到我才是這裡最不幸的 不管他們甚至自己處理這件事有多困難 我才是那個迷失森林 對自己存在毫如頭緒的人吧 我看到黑狼並不滿意 但我看到黑狼並不滿意 他用他的紅色眼睛不信任地看著我 我真的生氣了 立生地說道 鬼知道才發生了什麼 我就知道自己在這個操盤房間裡面 顯然他就被你罩了一頓 你這是在殺猪嗎 能不能閉上嘴啊 還是說你想讓我們被發現 你早該告訴我這一點的 我當時又不知道你會說我們的語言 另外你覺得你真的會聽我的話 就已經就算掙扎了獵物 你當時恢復理智還怨著呢 他的語氣和我差不多 滿是被判 滿是傷害和背叛的痕跡 在他們在我們的征判計劃之前 讓你兩個長在我們之間 夠了 吵架對我們毫無幫助 我不知道這個人類是誰 以及他從哪 我也不知道 我的意思 說話的狼說什麼啊 我們讓他生了生死 這次是第一次給天方夜談啊 為什麼他們更久沒有意識到我完全無力可圖 我死死釘得有包狗 唯一人但是還把我當著野怪的狼 見往我不想太起一句話 但我睜大眼睛用左人的目光看著他 是你傷害了我 也是你想殺的我 你認為這是我至少苦失嗎 黑狼的表情變柔和了一點 好像第一次是在為我招搶 過了一會他常看一車 常叹了一口氣 唉 顯然這個人應該是受到什麼精神創傷 對啊 你的心情都會當然造成精神創傷的 仍然兩個念得到 濃濃的嘲諷的語句 不是的 我搖搖搖頭 啊不對 希致的音隱全在我拿著 存在的一段時間了 但是 在他襲擊我之前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雖然這些襲擊讓我真的很受傷 但我的問題始於這之前 很久之前 我打了一個冷戰 感到我記憶角落出了黑暗 他讓我對此不敢打算深究 好像這會讓黑暗讓我魂魄魄魄魄散 所以今天已經令我的記憶一片空白 我記不起我的爸媽 我的朋友 我眼睛流淚從臉頰滑落 我意識到自己可能還是個婴兒 我記不起任何一個人類 我 我知道我是個人類 但是 我的腦海中甚至沒有自己的形象 我長什麼樣子 我仔細看了我的手和腳 抬起頭在房間裡掃射一番 你們有鏡子嗎 我在忘記這個問題後才意識到 我知道什麼是鏡子 我的記憶丟失出所有選擇性的 只限於我的過去和密切相關的那部分 Volgor 驚訝的看著我 Reynark則面帶歉意 對不起啊 我真的沒有這種奢侈品 奢侈品 進口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知道鏡子絕對不是奢侈品 所以他這時候聽到 一聲金屬摩擦的聲音 好可怕 我看著Reynark同時看下Volgor 他從 蕭中 打出一把長笛手 他認為其實走向我嗎 這讓Reynark的錦毛 全部立了起來 我墜落了黑暗之中 彷彿時間停止了 猛虎低語聲衝刺了男孩 我不知道他從哪裡發出 也不知道他是誰的聲音 好多了 請問評價到你的信息 他讓我內心充滿冰冷冷的恐懼 但我大腦能忍耐拼命告訴我不要聽他的話 這是一個警告 還是有雙肌內心產生的幻覺 Volgor 在發射過後應該不會再傷害我了 對吧 呃 等一下先生 我覺得 我們 應該相信Volgor 畢竟要對他有好感吧 Volgor 忽然向他夥伴發出警告地 但我發現自己的手已經放在他的後頸上 感受到我的觸摸 忽然站抖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我 預防常態 這是我扔著他的毛髮 讓他知道不用擔心 沒事的 我相信這是黑狼 我下一次的推斷不同 我明顯 能不能把他想幹什麼 喂 他的手勺 他的啾啾 正我想像的那樣 Volgor的胃巴在床邊 站出雙手地上 躺在其中的匕首 很明顯他失常了他 他被摸著 趁光瓦亮 他光潔的表面完美印象出我的模樣 我把手伸向他的瘦掌 不是為了拿走鼻手 我相信這隻狼會好好拿著他 而是為了剛好看到自己 挑戰一下鼻手的角度 看著激動的痴情 我碰碰碰的嘴唇 指尖在唇上輕輕划過 我按按顴骨 按按鼻尖 目目轉睛地看著自己的印象 揉揉長髮 揉揉頭髮 順著髮絲 將有流利的指尖輕輕拉動 在於探索Reynark身體 同樣的方式摸索著自己 不自覺的 我的眼淚再出湧出 兩滴熱淚滑走過的臉龐 在鏡中輕心可見 一種疾惑的感覺 讓我都胃嚼在一起 好像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樣似的 我的印象竟以熟悉又陌生 我的確是人類 這就是人類的模樣 這真的很嚴重 Reynark 黑羊冷冷地說道 雖然表情和英雄一樣輕浮 但是他沒有再侮辱我了 好意思的 我看見他關切地看著我 窩狗提升收回了鼻子 看一下他的朋友 如果你想處理這件蠢事 那我都要把Varisa叫過來 Reynark沒有回答 好像爭索他的選擇 我努力打起金山 Varisa是誰? 他是部落的無 一 薩滿 他既能指引我們的靈魂 又能治癒我們的身體 我很驚訝會讓解釋這個詞 雖然聽說過這個詞 但我不確定他具體代表著什麼 嗯 好像是 你是說他讓你前往生靈的 另外 我想他能治療我記憶的缺損 我寫了後就沒覺得自己是真實的 我一直到Reynark 這裡的人可以給我診療 我最好讓他過來檢查一下我 雖然Reynark可以想這麼做 但他就覺得一些事情 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樣 他可以讓我整理下來 但顯然他不是醫生 喔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欸 好可愛喔 好帥喔 Vargo心裡一睡的 吵我笑了笑 至少他知道我們知道為什麼找他過來 我想看到這過山車一樣情緒變化 總算有個頭 過山車 這幾個時刻在我腦海蹦出 雖然沒驚喜總波瀾 但與此同時 我的確理解他的含義 我出發來搖一搖頭 我到底怎麼了 如果他不認可我做的做法 咳咳咳咳 如果他不認可我做的做法怎麼辦 如果我的女政委 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Larisa肯定會站在你這邊的 況且我們已經有隊在身 還是趕快把他找來幫忙吧 我看向黑狼疑惑在抬起眉毛 你一直在說我們 但如果是Reynark找到我 你要是怎麼決定這件事呢 我不想懷疑他或是能讓他 純屬豪情 當時他花了太多時間在森林裡 於是我就去那裡找到這個笨蛋 尋找森林的啟事不應該 會用很長時間嗎 黑狼面弄新色 文色 這就是個傳統儀式 比如讓你去叢林裡 看到兔子在吃一台鹹 就能明白我們習習相關的是一些什麼玩意兒 懂了嗎 Volgar的儀器相當不耐煩 我感覺他不完全相信這種迷信的存在 然後我發現自己認同他的看法 他徹夜違規 這讓我決定去森林找他 就在那裡 我發現他在擺弄著一絲不掛的 捏鼠一樣的玩意 如果你這麼討厭我 你幹嘛不是他一開始就告翻我們呢 哈哈哈哈 好可愛 Volgar的睜大眼睛 但很快會負了平常表情 我從來沒有討厭過你 你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除了之外 Reynark是我的月兄 我永遠不會出賣他 你們是很好的朋友 Volgar點了點刀 好像是在感謝我的認可 每次他遇到困難 我都為了這個毛球出手相助 我俊仁不禁看向Reynark 發現這隻狼滿臉尷尬 他是經常在身體找到我這種奇怪的生物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在努力化解這隻尷尬的氛圍 我看到兩隻羊都在驚訝的看著我 之後我們一下了之 不 這是第一次 他總是幹一些蠢事 黑暗看了笑垂垂他的同伴 我不同意 雖然被逗笑了但我還是不能苟同 他拯救了一個生命 這個不是蠢事 不管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 如果我沒被找到 曾經早就死了 要把我凍死 那我就被其他野獸吃了 想到頭就著打了一個喊讚 腦中中爆出一個野獸在把我後面死 把我生死火吞的畫面 但這位狼人救了我 讓我安然無恙 要不是他找到我 我肯定早就死了 很勇可的呢 雖然黑狼很想表現勢不關己 但他的聲音中隱約的帶著一絲不悅 我才想看向Reynark 握住他的手掌 謝謝你 我把一切的感激情緒繞距在這段話中 灰狼笑了 閉著眼睛點點頭 謝謝你們 我看了下的Voggle 但他只是從從前 哼 傲嬌 這個臭傲嬌 他看上一把 但我看到他的尾巴隨意的擺動著 去把Varisa找來吧 去把Varisa找來吧 黑狼滿意的點點頭離開了房間 你最好小心點 這BABY的小肚仔子 可是梳子雜師呢 我不是在笑聲出來 被他的評價完全逗到了 梳子 Reynark一下看著我 完全沒gay到笑點 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我擺擺擺手 雖然笑話很好 但我不想付出一件我跟Voggle的遭遇戰了 我可以拍攝了 我可以拍攝你們的影片 我 tracks他們 你真面目的到終端 其實是為了 不是到處定了嗎 我可以拍攝嗎 因為可以拍攝